陶生医就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8月31号 8月份最后一天 下个月进入9月了 昨天晚上 美国东部时间 昨天晚上我们做了直播 挺成功的 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做直播了 4000多人吧 应该是不少 就是因为这么长时间没做了 在交谈当中朋友们也挺投入的 结果在昨天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直播 本来今天上午想做直播 结果昨天晚上直播完了 后来今天早上一看出状况 YouTube又把二频道给限制了 我现在我们可能转在三频道跟一频道上 二频道限制的就很过分了 他去追溯了前面的节目 我们在电视上放了一些 一个真实的一些状况 结果他就介入那个方 介入那个说法 说这有暴力 那我就稍微查了一下 那个东西 他不能申诉的 他不让申诉 你也改不了 那这个整个频道就会在 在这个谷歌跟YouTube的大数据的背顶之下 一下就给压下来 他就给你冷藏了 我们经历过很多次了 反正涛哥也蛮有经验的 很悲剧 非常悲剧 那事发引发的是这个 是这期节目 这张图 我个人看来 跟朋友分享有关习近平 真假习近平的问题呢 我们节目中讨论比较多 那很多 其实很多社交媒体 我看 做这个做那 你别看他流量有多大 很多真正的 他的那种概念 思维概念 从涛哥这拿的 就是涛哥讲述了之后 然后他们在那个背景之下 做的再细致一些 再细致一些 再能够很符合 很多朋友 很多粉丝的那种 那种思维概念 真的 我看有些自媒体 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涛生依旧呢 咱的基础 最一开始的基础 就是谣言 遥遥领先的语言 那所以我们 二频道被限制 那我会集中在三频道 跟一频道上 再调整那个第一个频道 因为第一个频道 它是有三十多版的 那是我们最早的一个频道 那二频道呢 我在跟谷歌再处理 希望能够处理好 但二频道 我会跟大家分享 封涛哥坎西游 我今天就会录制 第一个涛哥坎西游 这是跟大家讲述的 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意思就是 新闻管制已经到了一种 随心所欲 就是在现在的AI跟大数据的背景之下 谷歌YouTube想让你上 你一个视频 它可以给你推到几十万一天 想让你下 同样一个账号 同样一个环境 它只给你推到两三千 还可以给你限制到两三千 这是 是涛哥因为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这个账号 大家在过去网的时间里 我们积累出来的经验 所以这样的话就牵扯到一个真相的问题 触及到真相的东西都将被凤杀 但是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是蛮厉害的 所以也蛮鼓励朋友去干净世界 我会同期的节目拿出来 是这样 那这个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东西为什么封杀 封杀我那个东西 封杀我那个节目的人呢 应该是大陆人 他就拿了 你想一期节目十二三分钟 他拿了中间的一秒钟作为借口 说你这个节目里都含有暴力 一秒钟我在这放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知道 涛哥真的讲的 我自己吹牛说 涛哥讲的很多东西 触动了他们的根本 封杀的原因就是这张图 就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我们当时用了 习近平在这个地方的 出现了这个头发 头发被故意挂掉 头发被故意挂掉 造成缺痕 是用来只能用来看病友 那被故意挂掉头发 一定是放这些打针也好 或者放着衣服遗器也好 这是肯定 那当时涛哥讲的证据就是 他在7月29号 在东地文总统跟意大利总理的会面中 那是东地文总 这是东地文总统 那边那是意大利总理 所以都有挂掉 他是明显的用剃胡刀给他挂了 而这个图是刮的最干净 这是8月19号 中间间隔21天 习近平在挂这个脑袋 而大陆的媒体一直回 一直就是近最大可能取消掉 他这一侧的摄影的角度 就证明习近平重病在身 习近平重病在身 保守治疗 让涛哥的节目 在YouTube上加以限制 那也就讲说 在海外的很多自媒体 能够掌控你的 就是左右你的人 可能来自于习近平办公室 否则的话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 曾经出现过的 就是在疫情起点 我们涛哥在讲打针的时候 那时候出现过 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2020年 后来出现过 其他都没有 所以那也就变成了 习近平的这件事情 它的重要性 就是它的影响性 它的真实性 就相当于当时打针的状况 那中共动用它 平常不会动用这种事情 那动用这种东西 原因就是在 在今天的西方的 所有社交媒体中 都有大陆人 都有大陆的 直接中共网络办的 甚至中共信息办的 甚至包括 华春莹领导的 什么办公室的人 由他们来主控 一定是他们主控 所以才会这么针对性的 而来 那反衬过来呢 习近平一定有问题 所以习近平身体 一定是重病在身 保守治疗 这种治疗方法 是保守治疗 他没有做开路 而保守治疗的 因由 就是习近平 有他惧怕的一点 因为 如果他真做 开路手术的话 可以有人 把他弄死在 手术台上 那有没有 那这是机会 对不对 你上病床了 一打麻药了 你就歇菜了 那时候就得 就听 这个能出气的人 所以习近平 不相信任何人 才选择了保守治疗 这种保守治疗的方式 是可以被监督监视 那他的 那他的大脑有病 这就成为了真的 所以大脑有病 成为真的 在当在这个 中共本身的 他的管制系统当中 跟三中全会开会的时候 他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 就被证实了 所以这应该是 前后故事这么来的 大家 你只要真正能够分析是对的 而且有评有证 有证据的话 人家 人家习近平边的人 是挺买账的 所以在 他就动用了海外的力量 然后来做了这样的封杀 不想让这样事情的传播 反而佐证在 涛哥眼睛里 真正佐证了 谣言 遥遥领先的语言 所以大家就等着中国出事 这是肯定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